嘿,大家好,我是爱跑步的尤为 这期来聊一下浩卡马斯的长车表现 已经跑了320公里 自2009年成立以来 生产线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跑鞋 也算是铁了心的往跑圈里扎根 它对自家的跑鞋也有着明确的定位 马斯作为一双中性的训练鞋 介于Wincon和Clifton之间 可想而知马斯是更偏向于快鞋一类的 而这一代的马斯跟网代相比 几乎找不到任何相似之处 那么作为一双定位偏速度的日常训练鞋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数据 经过300多公里的洗礼 我给出了两个关键池 舒适和稳定 马斯,慢跑舒适,快跑 也丝毫不逊色 再加上那非常可靠的稳定性 很难不让人多夸上几句 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聊一下长车中的实用体验吧 关于鞋面我会打上很高的分数 这单程带点厚度的鞋面 加上后跟处巨大的感宝 提供了非常不错的舒适度 以及良好的鞋身锁定 这些设计也并不会让你的脚背产生挤压感 唯一一点遗憾的是透气性比较一般 鞋面的网布虽然充盈有质感 还略带一点缓冲 但一点都不薄 这也使得热量比较容易在鞋窗内聚集 好在鞋面本身做了不少透气处理 基本上只要有风,热量就会被吹散 因此在实际的长车中 也很少会出现特别闷脚的情况 不过有一点让人十分惊奇的是 这鞋面在跑完300多公里后 并没有皱皱巴巴 基本的形态依然保持非常良好 在美观方面还是能加上不少的分 再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外底 很多想要购买HOKA跑鞋的朋友 都特别关心它的外底损耗 320公里这样的磨损 大家能接受吗 鞋底外侧基本上都是露突了鼻 不过倒水的划痕还在 后跟就有点像被推土机推过 当然这一部分的原因是 我个人的走路和慢跑习惯 都是比较磨后跟的 所以你们穿的话磨损最严重的 并不一定是后跟 即便如此其耐磨程度可见一般 肯定是比不上传统的外底橡胶 但它的外底寿命也并不见得一定比 耐磨橡胶要差多少 我敢这么说 那是因为这样的磨损 并不会影响它的抓地力表现 之前是我陷入为主的认为 它磨损的越快 它的鞋底就会变得越光滑 从而导致它的抓地力下降 但这样的逻辑好像只适用于普通的橡胶外底 像M4这样的橡胶化中底 基本上是越磨越粗糙 而且话说回来 它的抓地力还真的不赖 印象比较深的是 这个月的长距离慢跑 我就故意挑选在雨天进行 我就想看看 这次能不能找到它抓地力不行的证据 不过经过一段又一段的下坡路后 我的怀疑也就不攻之破了 因为当时的沥青路不仅湿 还有点落叶渣子 我顺着重力加速到四分半速左右 脚底一丝丝打滑的迹象都没有 完全是安稳快速的通过 所以水泥 沥青 场地 砖头 离地等等的路面 无论干湿都不会影响它的抓地力表现 唯一一次我发现可能出现打滑的地方是 在雨天遇到这样的大理石路面 不过小块的石头路面却并不影响 所以对于外底我得出的结论是 在不影响功能的前提下 外底的寿命应该有700到800公里左右 当然如果你是跑步不太费鞋的人 干到1000公里也完全是没有问题 不过关于外底我还有一个小疑问 这后跟的屁股跑到现在一枯跟新的一样 压根就没怎么碰过地面 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再来就是中底的整体表现 我多次强调这双鞋可快可慢 但上脚的感觉一点都不软 踩下去也没有下限的感觉 更别说踩实感 我的第一印象是塑料感十足 就是有点像踩在那种塑料的儿童滑梯的感觉 中底的反馈很明显是属于快鞋一类 回弹相当的劲道 它的远弹感主要得异于中间这一层Po-5中底 这是HOKA目前最好最轻的中底缓震材料 有着非常不错的缓震感 使得穿着MAS4慢跑起来 舒适度一点也不逊于那些纯缓震系的慢跑鞋 最让人惊喜的是即使在长距离的状态下 它依然能保持一致的脚感 无论是快跑的20多公里 还是我最近跑的最远的34公里 我都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弹力或者缓震的衰减 关于快跑部分 上次提到将配速加速到330 它的魁弹快扬一新 弹的架力 那么可能就有些朋友会担心带不动怎么办 这一点大家也可以放心 在跟它长时间的相处下 我觉得5分速也能带出不错的脚感 个人比较习惯用400-430的配速穿它来跑步 那种感觉行云流水 回弹反馈虽然强 但又不会觉得叫动 再加上整体不错的滚动设计 触地滚动腾空一气呵成 当然可以跑得快 也并不是什么稀奇属性 但在跑得快的同时 又能保证每一步都稳定和舒适 那才是荷卡玛斯的最大魅力 毕竟这超大马的鞋底并不是闹着玩的 从它的结构可以看出 它是能做到完完全全的包裹着你的主体 而外层扎实的外底 起到了很好的滚动和支撑的作用 这才使得荷卡玛斯 拥有不亚于支撑器跑鞋的稳定性 面对一些凹凸不平的路面 它也能安全迅速的通过 最后再说说荷卡玛斯在运动场的表现 一开始会有点不适应 玛斯在塑料跑道上的脚感 会比路跑中要远一点 并不像保底竞速鞋一样 铿锵有力 不过在通过几周的适应后 也跑了好几次330的间歇训练 我还是一阳绝阳的选择荷卡玛斯 作为我的间歇训练鞋 确实它并没有保底竞速鞋那种 能着迷的灵动和移触激发的爆发力 但在经过不少于100公里的跑道训练后 我发现玛斯的最大优势是 在保持极大的舒适度的前提下 快跑起来也能保证不拖沓 不屑里 这也是我非常乐意 穿着它来穿间歇训练的原因 而且跟传统的保底竞速鞋相比 后底跑鞋对膝盖和脚腕的压力 也有所降低 训练起来似乎变得没那么苦了 MAS4的设计原则 似乎跟别的速度训练鞋并不一样 为了速度感 迅速且强劲的回弹才是王岛 稳定性 舒适度 缓震 往往都可以做出妥协或者牺牲 因此传统的速度训练鞋 才会出现所谓的驾驭门槛 而MAS4它始终将舒适度放在手位 其次才是速度 这才叫救了这一双 对大众跑者非常友好的速度训练鞋 甚至我认为 就算拿它来跑半码或者圈码也是没有问题 因此我的购买建议是 跑步行人可以把它当做一双 门槛较低的速度训练鞋 而进阶跑者更不用说 可以穿着它来做各式各样的训练 虽然价格有点小贵 但它确实是我穿过潮点最少的鞋子 而要设计出这么一双优秀的鞋子 肯定不是偶然 必然是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打磨和修改的结果 好了这期的视频也到这了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可以关注点赞走一波 我会不定期的分享跑步心得和跑鞋评测 要么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